台湾位在地震带上每年都会历经许多大小的地震 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特别和台东震生广播电台合作 办理了108年住宅地震基金地震防生素的台东厂讲座活动 现场吸引了许多台东乡亲道场聆听 也获取专家防灾避险的知识 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板块的交界初上 每年都会发生许多大大小小的地震 政府针对地震也规划出相关地震保险基金 台东震生广播电台特地与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共同合作 办理108年住宅地震基金地震防生素台东厂讲座 吸引许多台东乡亲道场聆听 根据财团法人住宅地震基金会 给他们的这个数据的统计资料显示 因为我们台在全国我们台东县旧住宅 还有住宅的投保地震险的比率是全省最低的 所以呢他们这次就选择我们台东做第一场的一个演讲 主要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呢 宣导我们台东所有的县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投保地震险 他能够保障我们第三方的人这样子 规划 所以我们从小变出的时候碰到学校都会超级 有标准的游泉 对 我们现在的孩子有变得出很多 确实 除了有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专员 向台下乡亲介绍相关内容之外 也邀请台东县消防局丰田分队分队长叶英竹 跟乡亲分享相关地震常识 以及观念、厘清等议题 希望借有讲座的方式 除了让民众更加了解住宅地震保险的相关内容之外 也加强防证的观念 借以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道